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女星徐佳莹日前才夺嫁金曲奖最佳女歌手,今日就无预警在IG贴出结婚宣言,宣布与导演男友彼儿嫁结婚。 他甜蜜地表示,今年春天开始计划,完成后如约第一时间告诉你们。 谢谢大家陪我成为这样的我,可以遇见这样的她。 宣布与大11岁的男友步入礼堂徐佳莹2014年被周刊直击与比尔甲在街头牵手,还浪漫同称一把伞,而她为了保护爱人不被淋湿,还将伞举高过头,虽有超萌身高差,有爱举动仍充满粉色泡泡。 而她今日无预警上传爱的宣言,天喊,她有我永远追不上11年份的阅历和定性,我有比她早11年结婚的胆识和幸运,除了有这11年美好的差距,也因为有太像像的缺点所以难逃彼此掌心。 而她过去曾提出尿布罩高校发文,如今突然爆出婚讯,引来粉丝关心是否有孕,所属的亚神音乐则表示,啦啦下半年还有演唱会等许多工作规划,谢谢大家的祝福与关心。 未承认也未否认。 徐佳莹,又,宣布与比尔甲结婚。 资料罩,翻设自IG。